挪威的原住民族電視臺 薩米電視臺製作了這一部短片 要告訴全世界關心原住民族 媒體發展的人 二零二年第三屆世界原住民族廣電年 會即將在三月底 要在挪威最北方 在北極圈內的薩米族自治市舉行 挪威的原住民族薩米族人 在一九四六年開始擁有 以薩米語發音的廣播電台 之後陸續擴充發展 現在也擁有電視節目 還有每日新聞 繼紐西蘭的毛利電視臺 以及臺灣的原住民族電視臺之後 即將成為第三屆世界原住民族 廣電聯盟的主席 邀請世界各國的原住民族 電視臺的代表 都前往挪威參加 OEV TV從Hawaii OEV TV從Hawaii OEV TV從Hawaii OEV TV從Aotearoa New Zealand Ti TVPTS從Taiwan 為了這一次會議順利進行 挪威薩米電視臺的薩米族的臺掌 飛到臺灣的原住民族電視臺 討論主席國交接事宜 拜訪原住民族電視臺的族群主播群 同時前往行政院原民會 拜會主委孫大川 邀請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前往參加 孫大川不改一貫的幽默說去北歐的確是一個很美的夢想 薩米電視臺的臺掌進一步說明薩米原住民族地區的特色以及今年會議即將進行的方式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孫大川表示國內立法院開議期間要隨時進立法院備詢有所限制不過感謝薩米台 的邀請並且肯定世界原住民族廣電聯盟的成效表示將會全力支持將進一步在內部討論親訪挪威的可能性 記者綜合報導